又回到招拉屎王子系列 来到这间咖啡真的不可以不说一说它 在网上竟然是Top 10咖啡 所以一定要打卡 简单 黑白为主 食物也很好吃 我自己本身就喜欢吃这个蛋糕这个甜品 而且当Apple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都赚不绝口 看来后备不错 和朋友来出去聊聊天就最棒了 讲到Omikase 一定要讲一讲这一间 原本来到这个区真的不知道 竟然有一个这么高雅的地方 也都不论是找到的 进来就感觉很不同 好像去了另一个空间 当然一定要北京才行 没有北京的话就没得吃 你还可以看到师傅准备食物给你 当然 菜单你就不会知道 要来到现场才知道自己吃什么 所以有特别有惊喜到 某个食物一到的时候 主管都会特别来到介绍和讲解 食物 如何饮食 如何处理和煮什么 好好的 那就是Eto Bromassar 慶祝一下 说到慶祝生日 怎可以只得一轮 至少有几轮 我和他一整晚朋友一起慶祝他的生日 就是Breathed by Darren Chin 食物很棒 当然价格有些少偏贵 当然价格有些少偏贵 不过在这个地方 再加上这个食物的话 我觉得是值门票价的 之后就来到这家Corki Cream 竟然在公司后面 另外一边 挺蛮还相当舒服的咖啡饭 而且在这家 大家都支持 achievement 尤其是他的 hari子和饭品 也是全部数一数二的 环境舒服 在外面和环境都适合 直 Anda肯聊天 拍照拍一下照 记住订阅 teşekkür和 share 下个视频再见